第21題,心銅電池的裝置如土 關於岩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老師上課講過了,岩橋裡面要裝強電解池 岩橋的一個功用叫做溝通電路 如果沒有岩橋就是斷路,就不會有電流 要有岩橋才會讓電流能夠產生 那麼另外一個岩橋的功用叫做 讓電流讓我們的整個容器 早知所謂的電中性,就靠它其中的離子的移動 所以如果我們改用導線來代替岩橋 它就沒有辦法讓它保持電中性 所以並不會使我們的放電反應更容易發生 所以第21題,我們說 關於岩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C 若以導線代替岩橋,放電反應更容易發進行